好,图片呢,我们分两种讲了 一种是照片,一种是 那个一般的图片 那等一下还会讲一个统计图 好,我把画面切换一下 321 好 那照片 我先去 准备一下照片好了 各位待会呢,你先找一张那个照片 我随便找一张 好 那如果我是要用照片的时候呢 我 我可以直接在资料夹 打开 如果你的 你的照片在你的电脑 里面呢,你直接把资料夹打开 其实他就可以这样直接拉过来 电脑 有点钝 直接拉过来 然后放掉 放掉 这样子就可以了 电脑 刚刚有点钝 有没有 然后如果你 如果你这一个 你这个布局他是有做那个遮罩的话 你的照片在拉过去的时候 拉过去的时候他会直接套进去 帮你把遮罩直接处理掉 那如果你的你的那个板是没有遮罩 他就是跟照片一模一样的呈现 那另外一种方式呢 你可以在这里上传档案 然后去选你电脑 去选你电脑的照片 这样也可以 然后他在上传的时候这边会出现这个 上传中的符号 然后上传完会出 上传完会出现在这里 你一样直接把他拉过来 拉过来就可以用 那因为我没有放进去 所以我就先放外面 那如果是照片的话 刚刚讲有一个很厉害的去背功能 对不对 你就选了照片之后 这里会有一个编辑照片 这里就会有一个背景移除 他的AI非常的强 他会移的很干净 你都不用在那边修修补补 他移的很干净 所以如果你有一些 学生的作品 美劳作品或者是人物的照片 他会帮你做去背会非常的简单 那如果你有一些细部要修改的 比如说 我觉得不满意 我觉得不满意 我要把黄色这个人修掉 那你就再点一下这个 背景移除这边 这边会加一个简 所以我就可以 再去做一下 个别的处理 我把这个人拿掉 这边你就自己慢慢去清 所以基本上他自己 处理的就会 就会很干净 手动的部分 手动的部分就还是要靠你手工 好 那你OK的话就是 点一下就好了 这样子那个人就不见了 所以这是他的照片 里面 各位很常用到的功能 那你也可以Google相片的时候 不用下载直接把那个图拉过来就进来了 对 所以如果你的板是有遮罩 他会直接套进遮罩 如果是没有遮罩 你要另外做去背的话 直接选了照片之后 上面有一个编辑照片就可以选去背 如果你的去背功能不能使用 那就表示你的教师权限 没有被打开 你就要做我刚刚前面讲的那个动作 去 你的 角色要设定成教师 然后你要跟管理你要跟管理员说 请你把我 加到学校团队 或者 或者来加其他那个可以正常用可以正常用的人的团队 照片比较常用的功能是这样子 所以他做教材非常的方便 那如果你是从外面拉的图片你就要自己 注意版权喔 从Canva里面找的图片是完全没问题的 但是你从外面Google的照片你就要自己 确定你的版权问题 好我们先休息5分钟 好那个 2点42分的时候 继续上课 好各位老师可以上上厕所 喝喝水 等下直接拉过去就可以了 对直接拉 然后 不用那个 你Canva要开在另外一边 直接拉到你的Canva里面 对对对这样直接拉进去就可以了 不用先下载到电脑然后再 再 再上传 不用 好那我们要继续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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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